下看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導演解決斌 我是蕭飛玲 我是陳瑜 體觸好 我來囉 怡靜 我喜歡你 要追怡靜自己想辦法 啊不然打賭啊 要是你贏的話 就不准再跟我提幫忙的事 你不是為了拒絕他 才出難題給他嗎 幹嘛關心他 我覺得 我有點喜歡他 然後這種關係你們是比較有享受的 就是搞曖昧或者是拍拖 拍拖 搞曖昧很煩 在一起拍拖 在一起很浪費時 當然有些人很享受我知道 但是那個還是就是浮浮沉沉的心情啊 好像年紀越大那個曖昧起都會 快速 對對對 半年 一個月三天這樣 嗯 應該說我喜歡粉紅色泡泡的這種感覺 但是他不一定是真的要進展到在一起 就是不用負責的一種關係 對 但是如果我今天想要跟一個人在一起 我就會讓這個粉紅色泡泡的時間短一點 因為我覺得愛內酒就是人家只是想跟你玩 沒有要跟你在一起 就是如果只可以保留一種關係 你會選朋友或者是愛人 愛人 愛人 愛人吧 這不要朋友啦 朋友會變嗎 愛人 愛人 對 很有數會變的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遇到你一個你很喜歡的人 對我來說我覺得那個是一直想要持續跟他走下去的 就是他有可能會成為你這一輩子的最最終的那一個對象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把他好好的發握 我選愛人的原因是因為他比較有機會成為法定的繼承人 哈哈哈哈 就是他對啊 他不過你希望人家照顧你的時候 我好像對朋友就算再輕再輕再輕 也有一點點距離 我的個性好像就是這樣 所以那個距離不是說 不是說我沒有對人家坦誠 而是我還是會保有一點點客氣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互相尊重 可是對愛人的話 其實你是會有比較醜陋的一面 我說性格上醜陋的一面都讓對方看到 所以我覺得 那個那個還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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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較自在的 很久很久很久以後 當你牽涉別個他的時候 我好可愛離他遠一點 我可以離他遠一點嗎 要跟你拾摸他 好久不見的朋友 祝福你們 麻煩以後跟我保持距離 因為我不想讓一濟誤會 更不想讓我的男朋友誤會 我原本沒有想像說 他們能夠在這個電影裡面那麼自在 然後這麼立體 就是把每個角色都刻畫得非常的 有很多不一樣的面向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我們當然很希望可以到香港 親自跟所有的民民 所有的期待這部片的這些秘密來見面 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大家可以照顧好 對照顧好 等待之類的疫情虛幻 我們就很快要跟大家見面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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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